还有一个最大的真相我没有揭穿呢 你说 如果我告诉邱家宁 他还会不会继续爱你啊 要么你自己说 要么就我来听你说 是毁你一个人 还是两个一起毁 你自己选 周老师 周老师 我想通了 我不想认输 因为我希望 以后不管是在哪个领域 只要是中国人得到的成就 都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赞美 而不是质疑 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一点一滴地努力 所以这次我必须站出来 我就奇怪了 奇怪什么 怎么你爸跟你姐都属于高智商人群吧 到你这儿怎么就 你不是领养的吧 给你个眼神自己领会 领 领会什么 我说你这个人